众所周知 娱乐圈中的明星们向来是受到大众瞩目的 尤其是一些正当红的明星 说起奇薇这个名字的话 相信喜欢上网冲浪的小伙伴对她都不会陌生了 奇薇可以说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女明星了 不仅能演戏 她唱的歌也很受网友欢迎 完全是既能演又能唱 除此之外奇薇在综艺方面的表现也特别的好 她甚至在主持节目上的能力也是可圈可点的 而有关注过奇薇的小伙伴也都知道 奇薇在前不久刚生下了第二胎宝宝 为此还休息了一段时间没有在娱乐圈工作 直到近期才逐渐复出 还参加了一些综艺节目 大家也知道 奇薇原本就是个很受欢迎的女明星 所以跟她相关的一些人和事物也很容易引起大家的关注 特别是她的孩子 而说到奇薇的孩子 她的女儿小Lucky大家肯定不会忽视 这个宝贝可谓是近些年最受大家喜欢的一个新二代了 之前奇薇的老公 也就是李承轩还带过女儿一起参加了亲子真人秀节目 也是因为在那个节目中 大家发现奇薇完全是生了一个迷你版的自己 无论是长相还是神情 小Lucky都非常像奇薇 网友们还笑称这母女俩就是副纸粘贴的吧 而且奇薇这个妈妈的耳濡目染之下 虽然Lucky年纪还小 但已经是个很懂得打扮的小姑娘了 也就是说母女俩连爱号上都是相通的 但大家也知道 奇薇和李承轩已经有了第二个孩子 早几年Lucky由于是独生女 可以说是完全独享的爸爸妈妈对她的宠爱 但自从有了弟弟之后 情况自然也是有了变化 如今二胎可以说是很多家庭都会面临的一个难题 因为很多时候由于更小的孩子总是需要更多的照顾 一些家长难免就忽视了另一个孩子的感受 奇薇的家庭中也是面临到了这个问题 近于奇薇参与录制了女子推理社节目 作为两个孩子的妈妈 她在节目中感慨了母亲的伟大 还在节目中分享了自己家中两个宝贝的相处日常 她表示虽然女儿和弟弟相差七岁 但也是会吵架甚至打架 打得挺凶 奇薇还表示 自从有了弟弟之后 在弟弟大一些会跟爸爸妈妈互动时 小Lucky也开始学会吃醋了 甚至在一次和妈妈聊天时 奶兄奶兄的说 你是不是只爱弟弟 奇薇听到女儿这样问自己 下意识回答 怎么会 妈妈最爱的是你啊 听到这个回答李承炫也有点傻眼 因为他没想到奇薇会这么直接回答 并不能拍我吧 对并不能 他就说啊 原来是这样的 然后一直睡觉 然后他就已经卡住了 哦 然后等到他开始有一些反应 跟我们互动了 他就开始吃醋了 哦 对有一个心理变化 不过其实也不奇怪 女儿是他们的第一个宝贝 奇薇也表示 女儿从小到大都是自己夫妻俩亲自带的 就连睡觉都是带着一起睡的 而且已经和女儿相处了这么多年 二胎宝宝也到来不久 爱肯定是非常爱的 但是相比之下 跟感情培养多年的女儿的爱自然会更深那么一些 奇薇之前还分享了一个日常视频 视频中无女俩在用手机聊天 从无女俩聊天来看 有了弟弟之后 Lucky更年妈妈了 奇薇说拜拜后 他却不挂断电话各种找话题 惹了奇薇身边工作人员都吐槽 这个电话是挂不了了 只能说低年龄段的孩子都有着很强的占有欲 这从以前Lucky参加的节目就能看得出来 是避免不了的 但我们也相信 一向月儿有方的奇薇里程炫 肯定会平衡好两个孩子的关系 拜拜 这个宝贝拜拜 你出去玩咯 好的 嗯 对啊 妈妈妈在上班 你没被我打电话 我手机没收了 好 你乖一点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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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